您好,我是罗宾,我是质量评估员,我访问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与使用这些服务的人士交谈,以检查服务提供的情况。 我的同事遍布全国,我为老年护理服务质量及安全委员会工作,确保您的护理服务达标是我们的工作。 那么达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优质服务,而且我们希望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这样的护理服务。 政府、服务机构以及社会大众都同意了八项标准。 每家老年护理服务机构都要证明自己达到这些标准。 标准之一是有关尊严与选择。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您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了解您并支持您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 您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尊重您的身份、文化以及您做的选择。 其他标准指的是您的个人及临床护理。 我们会确保服务机构管理完善,具备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员工提供安全且适合您的护理服务。 我们希望员工都有礼亲善、富有爱心。 他们会跟进您向他们提的意见吗? 我们会确定您的服务提供机构与您一起制定护理计划,并了解您的日常需要,以确定这些需要得到满足。 所提供的餐食适合您吗? 菜单有变化吗? 食物足够吗? 优质吗? 我们希望了解服务机构与您沟通的如何,包括出现问题的时候。 您被告知对您有影响的变化吗? 例如,如果换清洁工或清洁的时间有变化,有人会通知您吗? 像我这样的质量评估员工作很努力,每天都要访问服务机构,了解您接受护理服务的情况。 如果服务机构未能达标,我们会确认需要改善的地方,并在设定的时间内检查该机构是否做出了改善。 如果您的护理服务出现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 如果可以,请先向服务提供者反映,以解决您的顾虑。 您也可以致电1800-951-822联络我们。 您也可以免费获得维权机构和口译服务。 这些标准是用来帮助您的。 也有老年护理服务权利宪章。 您应该获得有关权利的信息,并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会感到影响自己的待遇。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agicarequality.gov.au。 这些标准旨在令大家一起努力,以确保人人都能够获得优质的护理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